台风损失谁要来负责呢 相关单位却是护体皮球 台中外埔区下起间歇性大雨 但眼前这边坡土石崩落区 只盖上帆布没有其他补强工程 下方社区住户游行冲冲 因为自家后院一米半高的土石 从上回梳立台风崩落后 就一直没人清理 眼看台美台风步步进逼 居民非常担忧 政府做事还有这些官员 没有出人命 他们就不会积极 只要出了人命 他们就开始就马上就着手 出灾后不止他隔壁也一样惨 但苏黎走了一个月 新台风都来了 相关单位农委会市政府 沈农会还在护体皮球 没人要负责 责任不是我们所能够 这边就马上就能够厘清的那个 应该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这个土地涉及到 三个三方面的土地 政府的护体皮球就害死人民 对人民来讲 纳税给政府是一体的 土石严重威胁天下一家社区 多达150户居民的安危 但是没人要站出来负责 市府人员也仅仅表示 如果有危险会安排居民撤离 看来民众面临生命财产受威胁 也只能自求多福 在新闻正民堂温泉员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